歡迎大家坐下 對了,這樣好像好一點 好,很難看 各位觀眾,其實我們剛剛也有說過 其實這是一個人種之戲劇 我們其實已經用了 我們應該是由audition開始 即是由輪選開始到我們今天演出 其實是應該由大約2月開始 2、3月開始準備資料搜集 經過好幾個階段 謝謝 有去做research 每一個演員都有一個題目 他們要做一些簡報 還有最後就要各自去找 大概每一個人都訪問了 可能四、五個朋友仔 我們將一個這麼多不同的故事 就串連在一起 不如讓我問一下各位演員 你們覺得整個過程 人種之戲劇有沒有一些地方是特別困難的呢? 在這七個月的過程中 好,既然我有尷尬在手上就先說 我覺得 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在篩選方面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這次的題目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會先做很多資料搜集 我們要篩選到 例如我們有什麼方向走 然後我們才知道我們想找些什麼人訪問 然後第二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 就是要去找一些受訪者 受訪者 除了你身邊的人之外 你還要想辦法聯絡到一些中心 或者一些學校 令到我們可以盡量再多些訪問回來 希望可以豐富到那個戲 我覺得這個是 途中比較遇到困難的地方 好 我自己覺得之後 那個階段也是困難過 我們得到很多資料 但我們要定一個主題 究竟導演想在這個戲裡 帶出一些最重要的訊息 是什麼呢 那樣東西 希望我們在大速度之餘 留一個空間 讓我們可以有反思 這樣 我們就定這個主題 也定了一段時間 然後才決定 如何再篩選 然後再下一步 也有一個難度 就是我們合起來 你看到我們剛剛那個戲 其實用了很多片段 不同的形式去做表演 我們究竟 如何一起創作 用什麼形式 去把我們得到的資料 和故事情願出來 那些偏作的方式 也是我們覺得 我作為演員 我第一次來參與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難的地方 其實都 剛才現在和德德都說了 一開始 如何篩選 如何找人 我特別覺得 最難的就是找人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 不認識任何EM的朋友 我沒有認識任何 小道族裔的朋友 那變成 如何找人 interview 就會變成 亂發 email 那 Fanessa 我真的看她的blog 隨便搜尋 巴基斯坦人 在香港 然後搜尋了一個blog 叫做 呜 巴基斯坦人 那個呜 就是我那個呜 說回她和Mansurah的故事 我就立即 email她 然後她很快 就打電話給我 我覺得 這個 interviewee 是很特別的 剛才你也看到他們的故事 雖然有困難 但是 當你找到人去 interviewee 找到一些 你覺得 是有 有 的故事的時候 是很 satisfying 在說英文的 對 所以 我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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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 大學生 所以我還蠻少年 我還蠻少年 如果我想知道 我最困難 就是 我最困難 我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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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開始 我剛開始 那是很難 我剛開始 And like Bella said, finding people to actually cooperate with you was very, it was a troublesome, like, a troublesome,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but it was a very troublesome. Yeah, troublesome process. Simply because they're not willing to cooperate or they don't have any interesting stories. But in the end, we managed to pull it off. I mean, it did take seven months, including research and rehearsal. And this is what we have. We gave you this. So, well, actually, much like Chris, we were actually classmates, so we were just recently graduated. And beforehand, priority the whole process of seven months, we had no experience. So I wasn't professionally trained like most of the actors here. We never acted in our lives. And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was... I hope everyone will think their acting is not too long. It's very difficult to express yourself in someone else's eyes. So yeah, the research was very long and much like them, the finding people and critical... Thanks, dude. Critically, like, marking down what's needed and what's not. But I think overall, it was a beautiful experience. So it was alright. So, like just the other演員 said, we spent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e main topic. So, we think the last topic of the main topic is... So, the director, we also have another one, the director,蔡信玄先生. So, we both spent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the main topic. So, we spent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the main topic. So, the main topic of the main topic is to live in the land. Let's live with us now... So,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stories like this. 香港真的很好,或是我們香港人很壞,你不包容他,我們最壞 很多故事可能會是這樣的 或者有些故事是認識他們是怎樣的 我巴基斯坦人是吃什麼的,或印度人是怎樣穿衣服的 但其實他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我知道了他怎樣穿衣服,關我什麼事 我們最後選擇了,其實我們香港也是一個移民的人口 其實我父親也是在他十多歲的時候,其實我們作為一個移民的後代 每一個我們移民後代都可能經歷過一些很類近的經驗 譬如我爸爸媽媽也有被人歧視過他在大陸人下來就是生兒子 到現在他們是香港人 最後他們經歷了這麼多,建立了這麼多東西 你看我們這棵樹,其實不只是一棵樹 過程中也掛了很多東西上去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東西給了進去 到現在,的確我們的年代相對比較複雜 很多人都會離開了 究竟什麼是跟著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我們整個團隊的演員 我們都相信戲劇應該是反映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問題 究竟是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答案的,什麼是跟著 的確是沒有一個答案 我們問了四十幾個人 有些人是想留下來的 有些人就覺得我留下來就賺錢 之後我就可以移民 譬如我們都看到有些很有趣的受訪者 譬如說有些少數族裔的小朋友 是九歲,十歲 他們真的在這裡長大,在這裡出生 你有沒有想像一下 譬如這兩位小朋友是不會說廣東話 不會的吧? 但那兩個巴基斯坦小朋友 是真的不會說廣東話的 可以是 對他們來說,他們的根是怎樣去 他們的父母怎麼可以揣釋他們在香港的生活 是什麼呢? 對於我們香港人又是跟著什麼呢? 雖然我們好像覺得小數族跟我們很遠 但其實很多人 Honestly,我的朋友都覺得 我賺完錢 我就走了 去移民加拿大 其實你跟其他小數族 賺完錢 我就回去巴基斯坦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而當我們建立了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就說再見了 那我們之前過去的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付出 是否這麼容易就可以連根拔起我們這個地方 這就成為了我們這個故事的 整個演出的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我們就嘗試跟對這個問題 去砌我們現在你看到的一些不同的故事 的確有很多故事是很精彩的 但我們是沒有用到的 或者有些片段是出來了 但原來不是很適合用的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的確是複雜 但也覺得很意味 因為我們每一個演員都會 在過程都有分享自己的看法 你也看到我們的結局 都是希望結束在一個演員 在一個人上面 而不是某一個人 或者某一個答案上面 因為其實真的在我們現在 2015年的10月的這個時候 的而且很多人 原來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案 也都很希望觀眾 會帶著這個問題 會回去 你也會 希望觀眾也會回去想 究竟你的根是在哪裡呢 好了 我們都說了很多 不如我們看看 有沒有觀眾有些問題 想問一下我們 有些問題嗎 可以問一下我們所有的我們 都在這裡 可以問一下過程 或是怎樣 有沒有吵架 或者我們怎樣去 其實很少有看到 南亞裔的朋友 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類型的演出 是兩種不同的人 一起演 其實也比較少有 我們團體還沒做過 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有沒有問題 或者有沒有看完之後 覺得 所以有些什麼想法 就是好像想多了自己 和自己的根 究竟香港是否我的根 或者 自己喜歡理想 覺得想值根的地方 又是些什麼 究竟是不是在這裡呢 還是有些什麼想法 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挺喜歡你們最後的一個 我挺喜歡你們最後的一個 twist 不是說 大家在這裡 落地山間很開心 因為 對方香港人 都很多 都想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 戲劇上很寫實的一個安排 都有共鳴 對 對你來說 你的根 我父母都是從大陸來 我在香港出生 但是 都不知道留不留下來 所以都不知道 好像很多未知的狀態 對 對 對 還有其他觀眾 對 對這個根 有個看法 隨便分享 沒所謂的 打個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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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Wasser,我覺得你們整個佈景很創作 我是第一次見有很多演員搬著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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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這個想法很好 還有,這個給我的反思就是 原來,嗯,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剛剛畢業,在賺錢 就有想過移民的香港,上一年有些混亂的感覺 不如拖起家人、父母,我們移民吧 然後發現,不是我 其實我回想了,我太爺是原居民在香港,在香港駕魚船 那我做什麼要走呢 所以可能香港的魚船已經很少見到 但我現在的工作也有一部份跟我太爺爺的工作有少許差勁 所以我發覺,嗯 不如我在香港已經賺錢吧 就供我雙親在香港好,我是萬年高的 是,嗯,Thank you 好,還有沒有,哪位,來 我先給你 對,很感謝你們 因為,這集體的時候,我覺得到最後 因為,香港很多人都有想過 即是移民、走啊 特別是香港有些亂的事後徵局 但是想回,我覺得到最後有一個位置,很感動的 就是當你們播出的那些人,即是那些阿婆說,即是阿樓啊、吳樓啊 我覺得很有共鳴,即不是共鳴,我不是阿婆 我覺得那一刻很有感染力 因為在那個聲帶裡面,你聽到是真是一個人生很有歷練的人 去說回她的真人真事,她的故事出來,即是她的故事的那一句 所以那一刻覺得很感動 還有,我剛才在想,如果我真的走 即是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你們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位置很有感染力 就是,我真的會去想自己留還是不留的問題 因為有一段時間很想逃避 但想回,我覺得最 即是有一個片段,我會想起自己的家人 想起筋啊,那些東西 又會想起叉燒飯啊,蛋撻啊 還有,我有一樣東西想問你們 就是因為,阿小姐,因為你們是透過不同的interview 然後去選材,然後再將他們串連成為一個drama出來 在取材、在剪輯、在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 因為很多不同的東西要集中 我想其中一個困難就是選什麼故事放進去 可以是最能表達到我們這個主題的 這是一樣的 這個是一樣的 另外第二樣就是,如何可以在這麼散亂的故事裡面 大家看完都好像有一個主題,一條主線 或者不會覺得好像我看了十個故事,但又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譬如剛才的觀眾說,我們用了一些行李箱 其實我們也嘗試在台面上有一些東西是共通的 就是每一個故事的人都是在行李箱裡面來的 或者我們音樂上面有一隻 其實有一個好像主題曲那樣的東西 但我們嘗試每一個故事就用一個不同的arrangement 就是音樂上面的編排 就突顯到那個情境的情緒、mood 但在音樂上面有些東西是接近的 就是同一個tone,但同一個melody 我出現了六次 等大家看的時候都會覺得,我是在看同一件事 但又不會覺得好像很散修修 有些在畫面的language,語言上也要有些共通 所以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利用行李箱 有些先是用不了行李箱的 或者我們怎樣用一個行李箱去代表一些場景 例如你也要坐在一起,有些實際的用途 你要收藏一些東西,那怎樣用呢? 或者行李箱代表什麼東西呢? 但這次的利用都可以更好一點的 我會覺得是可以再探索得好一點的 但礙於我們的時間 永遠七個月好像很久,但都是時間有限 如果我們再做的行李箱的利用可能再有趣一點 我會覺得是 當然,也有一個很困難的 就是怎樣可以刪減那些 我們明明演員很用心地排了同一個故事 排了五個不同的版本 我還可以選擇一個,其他四個不要 其實很多故事都是這樣 不要了,不要了 大家就會覺得 哎呀,為什麼不要啊? 可不可以要啊? 可不可以要在那裡? 可不可以這樣呢? 可不可以把兩句黏在一起呢? 也是很考慮到這麼多位演員 當然是大家的付出 好好努力的付出 還有是那個包容 在我們的溝通上 也是有很多挑戰 在裡面的 其實我想問問題 就是 演出有很多方法 但是為什麼你們劇團 會選擇人種誌去做這個題目? 或者剛才聽你說 可能人種誌 都是你們劇團主席會做的一些東西 那你覺得人種誌 其實他比起其他東西 有什麼特別? 又或者吸引你們劇團 一直做下去? 好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是問我的藝術總監 就是我老闆 但是我老闆 今天就不在 我可以代他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是一二年開始 成立一個專業的劇團 意思是 其實有藝法局的資助 這個定義之下 我們是專業的 你也知道世界很多這些定義 一來就是我的藝術總監 其實之前都很受一套 叫做同志少年約殺事件的這套戲影響 是一個殿堂級的紀錄劇場 其實紀錄劇場 因為人種誌劇場 其實是紀錄劇場的分支 其實都是很類近的 都是要很多田野考察 訪問 但是我們紀錄劇場 是不限於一類型的人 可能是就著一件事件 譬如說那一套很影響到我藝術總監的那一套戲 就是講美國一個同志被殺的案件 他們就查那一件案件 就不是說是一類型的人 從那一刻開始 他就覺得 其實這一類型的戲 是真的可以回應到我們的社會 或者跟社會的連結會很接近 因為你現在在演戲 其實真正正正在發生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我們人種誌劇場 比較專注於某一種人 明顯是ethnodrama 其實我們之前也做了三個 第一個就是做蔡元村 關於蔡元村的重建 之後他們又被清拆 被趕走 關於他們的故事 我們去年就是study了戲劇教育的老師 就是由他們的眼中去看什麼是教育 我們今年就是關於一些移民的人口 也不是限於少數族裔的 其實都是跟著紀錄劇場的這個大的方向 我們團隊的最大的宗旨就是 其實是蠟燭舞台 就是放眼社會 其實也很希望觀眾可以來進場 都覺得entertaining 就是戲劇一定要有娛樂性 但同時也希望帶給觀眾一些反思 或者跟我們社會的某些題材 可能是比較少討論的 可以更加接近一些 或者更加看到他一些美麗的地方 我想時間也可能差不多 也很感謝各位觀眾 其實我們有些問卷在我們的場刊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做得很好 希望可以摘上一下 或者你覺得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話 你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另外我也會做一些的Promotion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跟康民署合辦的 201516大專生藝術通識計劃 我們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已經快要截止 第一個階段很棒 不過子閑宇只是大學生 兩位小朋友暫時玩不到 我們會有一個兩天不同的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會圍繞著我們接下來做的一套戲 叫做《流逝之女》 其實大專的同學很棒 只是60元就可以看一套戲 以及上了兩個工作坊 其實這套戲 其實跟香港也很有關係 雖然是由一本小說去改編 這本小說叫做《Sweet Mandarin》 就是講一個家庭 在二、三十年代 從廣州流逝 偷渡來到香港 由香港整家搬去英國 最後第三代的女兒 反而是說我要找回我的根 是甚麼 其實是關於一個流逝的故事 我們接下來十一月就會上 如果這麼多位大專的同學 都有興趣的話 我們外面也會有報名表 還有一張很漂亮的帖卡 大家歡迎大家可以隨便拿來給朋友 或者你如果再會參與我們 就希望可以遲些再見到這麼多位 好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 我們不如站多一次起床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